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让王真父辈受敌 不过 王真此时有了最重要的砝码 那就是肚子中的孩子 小编猜测他将打算牺牲孩子来诬陷太平公主 因为太平一旦得势 郑纯夕一旦得宠 他将连地位都保不住 不过 太平毕竟是公主 他临走的时候 最后的希望就是保住郑纯夕 让他真正成为李隆基的妃子 而皇帝面对千变美最后的请求 也只能同意了 就这样 郑纯夕成了太平最后的砝码 而王真虽然打败了太平 却再也不能怀孕了 这让繁衍黄色的重担 都压在了郑纯夕的身上 李隆基也被他迷得神魂颠倒 而现在才是王真真正的威胁 王真这次真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